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罗里卡德等官方赛道 游戏的物理引擎较为优秀 简荡变速 飘移过弯等驾驶操作 有着出色的受力反馈 此外玩家还可以体验升级改装的玩法 游戏中的内燃机 发电机组合 涡轮增压器 都有着精细的数据模拟 另外HP慈善包每月都会出的订阅制慈善包 9月份的订阅包的阵容已经公布 这12款游戏分别是 吸血鬼 你好邻居 本体加DLC 躲猫猫 策略回合游战纹 克苏鲁的呼唤 管理建造游戏小小大工房 RugX设计游戏创世纪α1号 欢乐解密游戏自动机械大厨 策略冒险游戏走过至暗时刻 美国逃亡者 昏迷2恶毒姐妹 合作冒险游戏我们在一起 悬案疑云 此外HP最近网站更新了简体中文语言 所以为了推广国区新用户前三个月订阅 每月只需35元 可榜定支付宝付款 老用户不如狗啊 废土风格FPS的大作 《无主之地3》已开启免费试玩周末 时间截止至8月12日 与此同时游戏开启了平时的促销 99元 本作延续了《无主之地》系列 一如既往的黑色幽默对白 新颖多变的枪械设计 以及爽快的射爆体验 玩家将在更为广袤的开放地图中 从邪教首领手中夺取星系的终极力量 游戏共有4名全新的寻宝猎人可选 角色都有其特定的技能系统和能力属性 随即双成的枪械系统呢 也有着很强的可玩性 枪身枪脱枪管和扳机 经过不同的搭配组合后 每次都能带来新颖的射击体验 前段时间一只Steam的女神一文路四黄金版 让世家尝到了不少的甜头 Steam发售不到一个月 销量达到50万份 在近期 世家投资者说明会上 世家称赞了Steam 世家指出 Steam是重复游戏销量最好的平台 并表示以后会考虑将旗下大量的经典游戏 移植到Steam平台 与此同时 世家还表示 他们会积极的想办法找到一种合适的发售策略 发布新作时 准备多平台的策略 希望世家并不是说着玩玩 P5如龙搞快点 就在DC电影自杀小队2发布了新的logo和海报后 自杀小队的游戏可能也要来了 曾打造过蝙蝠侠阿卡姆系列的RS工作室 近日在推特中发布了一张超人的背影图 图片中超人头上是十字画的自杀小队logo 并配文称目标锁定 同时RS还宣布 将在北京时间8月23日1点举办的DC粉丝活动上 披露更多的消息 从目前的图文信息来看 超人和死射极有可能在新作中登场 或许游戏的剧情会围绕着两人的恩怨展开 如今 蝙蝠侠阿卡姆骑士发布已有五年之久 现在RS这一次憋的大招能再一次给DC粉丝们带来惊喜 国产策略战旗游戏 尼罗河勇士现已发布了正式版 售价38元 相较于之前的体验版 正式版更新了装备和明文系统 并添加组成建设功能 使得玩家每次挑战胜利后 可以永久强化小队能力 尼罗河勇士采用了古埃及风格的背景人物设计 玩家将率领埃及勇士与吞日蛇神战斗 并最终找回太阳 玩家需要操控三名属性各异的角色 在9x9的棋盘上战斗 每完成一关挑战后 可以从三张随机的技能石板上选择奇异 用来构筑不同的技能组合 有点类似于技能卡牌 据目前的差评反应 目前游戏的重复度略高 职业角色技能少 平衡性较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访问YFCCG 收买Steam充值卡 和Steam游戏激活码的微店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店 名字就叫 每晚八点游戏商店 还有我们更新视频 我按的微信公众号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